花莲市立幼儿园109学年第一学期大班学习成果展 1月13号任劳登场 老师们设计了六大游戏关卡 包括了叠基木、拼图、认字、算术、美劳等主题 让家长和小朋友们可以一起完成各项挑战 也让家长看到孩子们的学习成果 为了让学龄前的孩童能够适性成长 花莲市立幼儿园针对大中小班设计了不同的主题课程 不仅让孩子们在肢体上能够健全发育 在智能启发还有生活治理能力上也有相当多的训练 1月13号花莲市立幼儿园109学年第一学期大班学习成果展热闹登场 市长温家贤也特别到场为小朋友们就要打气 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大班的孩子 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今天与家长分享 他们平日在学校里面老师所教所学的东西 有关于生活日常 还有一些我们数学 还有一些有趣的一个课程 都跟家长来做相关的分享 那我们是想小孩子从小班开始进来 这到中班这到大班 每一个成长阶段都不一样 那日前我们的一些表演活动 让很多的家长非常惊艳 因为小班的孩子进来的时候都是哭哭闹闹的 吵着要爸爸妈妈 那经过了几个月的学习之后 那老师的教育之后 整个孩子都会上场去做表演 那进而到中班到大班 每一个孩子的成长阶段都是非常宝贵的 我们期盼大班的孩子 未来要升上小一的时候 在衔接教育的部分 我们在私务的部分都能够把他教育好 未来在衔接教育也能够快乐学习 快乐成长 大班的课程安排也要符合孩子的年龄程度 更要兼顾身心与智能的平衡 我们这学期呢 大班组进行的是学习区学习模式 那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尝试全学习区的教学模式 我们在让小朋友在学习区当中自由的探索 然后呢在做中学 学会了思考 可以看到孩子们这半年来的学习成果 家长们也发现小宝贝们真的长大了 借旅会欢视报道 我记得在下班�身的学习 家长们正学习 和音乐 学习 市民学习 人数学习 人数学习